OdioJungle 加拿大也将继续密切关注遭布藏人维权者的状况 Ospigo等于WiadoWadsbygoogle Push 去年7月 加拿大沃泰华的藏人鱼原藏者 与国会众院官网发 且连署虚情活动 提到中共对西藏的武力侵略于殖民统治及藏人的反抗 指出加拿大承诺捍卫奔国于世界公民的人权 因此该敦促中国旅行国际人权业务 关注西藏人权捍卫者 到迫害的状况 建立详细咨询库 同时公开为西藏的人权捍卫者发声 加拿大外交部部长方会栏 CHRYSTAFREELAND对此虚情的回应 于1月29日由众议院官网公布 他在回应中声明 提升与保护人权 是加拿大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并且被长期视作家中两国关系中优先考量的议题 加拿大持续不需中国尊重 保护于提升 包括藏人在内所有公民的表达 机会 宗教信仰权力 外长方会栏指出 加拿大总理于2017年年底访问中国时 提出对人权的关切 加拿大将继续于中国塔城展开 有关尊重人权与法治的讨论 包括有关西藏的宗教自由等状况 并且继续提倡 寻找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 阿斯比读狗等于WIADOWADSBYGOOGLE PUSH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丹增浪洁等 曾于2017年11月 由中共当局安排访问加拿大 加外长余回应中表示 当时加拿大曾向对方 提到扎西文色于周落的案例 强调两人自由表 达观点的权力应该受到保障 而且他们不因为此而遭补 针对遭中共劫持20爷年的 十一世班禅喇嘛的问题 外长方惠兰也于回应中指出 加拿大从1995年开始 就多次对班禅喇嘛的下落表 达关注 要求中国允许联合国人 全高专于宗教自由专员 前往西藏与班禅喇嘛见面 加拿大外长病于回应中强调 加拿大将继续呼吁中 国尊重其公民的人权 加拿大也将继续为那些阴行史基本人权 而遭中国拘捕的人士发声 促使他们获释 加拿大还将继续密切关注 藏人维权者遭拘捕的案件 包括在可能的情况下争 取航听庭审的机会 2017年7月 加拿大议员兰德尔 加利森 R-A-N-D-A-L-L-G-A-R-R-I-S-O-N 也曾向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致信 特别提出四位西藏政治犯的状况 质询政府如何在这些案例中落实新的指导政策 这四位政治犯分别是 十一是班禅喇嘛跟敦雀吉尼玛 藏云倡导者 扎西文色 右翼扎西望楚 比名为雪和江的 西藏作家周洛 以及退休藏医师以西区珍 来源 西藏医师